你们两个对这段感情都缺乏两个份 尊重 男生很明显吧 你杉人家的好友 骨子里你就对这个女人 你觉得极大的不信任 你觉得她跟周围 所有的这些异性的交往 都是不正当的 她就应该被我管 这就是不尊重啊 而这个女孩呢 你也不够尊重你男朋友 你明知道她心眼小 你没属异地 她对你觉得是很无力的一种管束 你做到什么呀 你有没有尊重她的想法呢 你还是那么广交异性朋友 在自己生病的时候 还要去给别人去分享 换成正常的男朋友 心里都会不甘 仿佛和那些异性的交往 比她的感受更重要 你心里也没有她 你也不够尊重的 两个不互相尊重的 所谓的恋人 能够走在一起吗 只能是互相伤害 所以在针对这段感情方面 你们各50%的责任 你们体会到什么叫爱 再去谈这场恋爱 就这样 我问男生一个问题 你爱他吗 我爱他 你希望他快乐吗 希望他快乐 你觉得他如果 没有那么多的 很热热闹闹的朋友 男生女生一起的聚会 彼此的关心 他会快乐吗 我觉得可能不会快乐 答案很简单 爱一个人就是让他快乐 爱一个人就是让他 去成为他自己 认为最好的样子 我这个话没错吧 没错 所以我看今天女生的样子 她很喜欢 自己的生活方式 她愿意付出温暖 去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 她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她就是这样一个 爱张罗 爱热闹 爱组织 爱付出的人 你为什么不让他 做一个快乐的人 所以你爱他吗 你不好意思说爱了呀 你说我爱他 让他快乐 明明知道他不快乐 你怎么好意思说 你爱他呀 所以你 不管你心中 多么认可你是爱他的 你爱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你爱的方式 让人没办法爱你 你明白吗 这就是珊达老师说的 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 他怎么会选择 一个让自己 不快乐的人去相爱 所以这是你要考虑的 而女生我想跟你说的是 我们在恋爱中真的要真诚 你在最开始和他相处的时候 默认了他的恋爱方式 其实你那个时候就知道 你做不到 你为什么不真诚地告诉他 很多恋爱的模式 从一开始建立了 后边是很难更改的 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你的所有空间要开放给我 你的所有朋友要让我知道 如果你不能接受 一开始就请真诚地告诉他 包括今天也一样 如果你真的决定和他分开 那要真诚地告诉他 最后我想说的是 所有的爱情都需要空间 如果你对恋人 把所有的空间都填得满满 当当地在一起 真的会出问题 因为无论我们再相爱 我们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如果放弃了独立 这段爱情就会索然无味 希望你们都能成长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明星人没有学会 Irregular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却还有那么多异性朋友 说明你很享受异性对你的关注 你如果没有男朋友 我觉得这没问题 但如果你有男朋友 你依然很享受很多异性 对你的眼光 对你的注目和爱慕 这就是有问题的 一个人是不能得到全世界的爱 一个人也不可能 完完全全地控制得住 自己的情不自禁 所以咱们是不是应该 保持跟异性的距离 是 也许有人会说 我心里没鬼我怕什么 如果我刻意地拒绝这种距离 那说明反倒我心里有鬼了 不是的 那都是借口 恰恰是因为我们 谁都不能完全理性地 控制住自己的情感 那么在距离上 保持 那是对自我的尊重 无论你跟这个男生在一起 还是以后跟别的男生在一起 你都要跟异性保持距离 就这样